好 我们现在要请出我们的下一组战队 他们的队伍名称是他们最想看的电影 《复仇者联盟》 他们最想看《复仇者联盟》 我前几天看过 最后钢铁侠把 钢铁侠把灭霸的手套抢过来了 钢铁侠 我不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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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钢铁侠呢 我们还没看 我们还没看 剧头 不能听 好 他们是队员年纪悬殊最大的组 下面就有请 下一组学员上场 大家好 我们是《复仇者联盟》 大家好 我是雷豪 大家好 我是浩可马 大家好 我是浩世涛 大家好 我是鸡居然 大家好 我是夏铁钢 夏铁钢 夏铁钢 我们为什么要叫《复仇者联盟》呢 有一定的原因是因为想看电影 但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上一轮 都是一群失败过的孩子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轮一定要 逆流而上 直播云霄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精彩表现 舞台留给你们 接下来带来 EMP Look and Me 我很期待他们这个舞 我想看到他们副歌EMP 这个 为什么选择舞蹈组这么难的一首歌 然后为什么要来当这个中心位 什么叫中心位 就是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你会突然想到一个人 说白了就叫形象代言人 谁先想好谁先说 我先说 首先呢我不知道这个 这期是不是我最后一次 然后呢我没有做过中心位 所以我想试一次 没了 我真的我之前都是一些 比较阳光比较青春的风格的歌曲 就我跟洪涛想法很像 就是也是没有试过 也是很想试一下中心位的 我觉得我当不了中心位 学舞蹈真的很慢 没有基础 我想作为有自知的人 舞蹈组我选过来是因为 我之前就有很久的舞蹈练习 所以我的舞蹈功在那儿 而且我觉得中心位是为了让整个秀变得更好 因为我们胜出了就比如说在下次可能还会有机会去让谁谁谁保留到接下来的节目中 或者说让我们整体变得好 我也会好好地带领大家一起去练习舞蹈 我告诉你马老师很难教的 没有关系啊 好好好好好排你看五个人吗 五个人你就站在最后面这个就前面有两个人把你挡住 这样怎么都看吧 哈哈哈哈 来吧我们五选三 好了 下 好 好 恭喜白猴桃 感谢 5 6 7 8 再来 5 6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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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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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 有一点侥幸 他说他其实很在意大家的想法 觉得担心自己做的不好 他自己其实在练舞的时候会形成压力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跟他疏导 把这个压力给解除 我跟你说你还是要去面对这个事情 你不能说就这样对吧 那我我昨天就写着玩 我不知道我会就我不知道有人会选我 要不然我们就是重新重新录一下 就是选思乐那个过程吗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做一点都不想做 其实小白他认为他自己舞蹈可能技术偏差 所以如果占这个中心位的话 他一开始说自己也是想要占中心位 但是发现自己站上去之后 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可能会撑不起来 这整支秀他也不希望我们所有人输 所以他会觉得可能会耽误到我们 好好 等一下 咱们现在既然走到一起就是缘 不管怎么说 咱们这次供典肯定是要做 那既然要做的话 咱们一定要做到最好 咱们现在就是赶紧抓紧时间把舞蹈都学完 因为咱们现在都是绑在一块了 不管是谁弱谁强 咱们都是一起的 所以说我们就赶紧练吧 也不用去想那些东西了 虽然希望自己能够站一次中心位 也是不希望我们再输 但是我们要必须变好 那我就赶紧把舞蹈学出来 然后好好地去教他们 也可以带领我们这次的热热联盟 六岛总决赛 我们的学员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从一号开始 大家好 我是一号夏之光 曾经以为三年前的那个冬天 再也不会回来了 在2019的春天接夏天的这个交叉口 我又找到了燃烧的感觉 燃烧的感觉 夏之光 夏之光 在这里有一句话 可以形容我的内心 我要是最初的那个新闻少年 不畏流血 不惧流言 不停奋力奔跑下去 高兵人 大家好 我是四号学员马雪阳 对于我来讲 这个舞台很不容易 我很珍惜这个机会 我想说年龄不是问题 保养财政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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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保养再重要 但是今天站在这里 是因为我喜欢 谢谢 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 我紧张 脑袋空白 但是这次我是有备而来 太瘦了 我愿意做那个最努力 最努力的人 因为只有非常努力 才能看得起来 毫不费力气 这还要背 总共就一句话 我以为呢 哎呦 我天 我是五号 人是豪 谢谢 好 了解了所有学员之后 现在点赞开始 啊 唯一 第一次 through 東西